帕伊特 帕伊特是瘟疫和疾病的魔神 他遇統著煙滅領域中一些最低級別的魔族 他的形象是一隻四腳但非常瘦弱的龍 是被上古卷族公認為最弱的魔神 但亦都因為疾病的傳播被認定為最具毀滅性的魔神 雖然帕伊特的能力不強大 但他的神器破法者 他是一面能反射魔法的強大盾牌 第三人右方的魔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欢迎回来收看上古卷族5 天制 我们上一集成功拿了上古卷族 然后就击退了奥导欣 并且学了龙民撕裂 接下来就会进行一个和平的会谈 但今集我将会不做主线任务 因为上一集发现我打完奥导欣之后 对于屠龙来说是有点吃力 首先时间的关系我已经将我的装备整理好了 就已经卖齐了 金钱也有22,050元 另外有一些装备是重装 但附魔能力有用 稍后我会拆掉它来升级我的装备 因为现在我的装备的精灵护甲那些 全部都没有进行过任何的附魔 今集就会全部搞定它 那我们现在先出去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要去拿一把我永久使用的弓 严格上来说这把不是弓 这把是一招 类似是魔法 你可以这么说 那地点大概就是这个位 那我们沿着紫山镇一路走过去就是了 那我们快放了 好了说事迟啦 事返已经到了 就是这个位附近 那个mark有点偏移的位 那前面呢 其实严格来说就是一个 我一直都很想去的地方 但是也没有去 因为呢 当初我就在想如果我玩弓 好不好用 用这个装备 那其实我现在要去拿的地方 就是一个监狱 里面有一本魔法书 咦?那本魔法师呢 魔法师呢 魔法师呢 我一直都想要 因为地方叫做安莫尔要塞 那这里要小心一点 因为附近是会有一些 类似高精灵 暗精灵 的 怪物 但是应该都够抽的 看看先怎么进 我们先走回正门 原来我兜了后门 对了 这个要塞 那呢 如果我们练成了那本魔法书的时候 我们这把弓基本上都不用再用了 OK 如果深水清有玩过Skyrim 也应该知道我在说用什么弓 OK 哇 这么好抽的 喂 喂 喂 鹿鹿鸡你去了哪 出来打架 OK 再见 OK 那这里继续走 这里进去就是我想去的地方 但是 由于里面这怪都挺难打 全部都是法师 哇 狂战士鹿鹿鸡已经大开杀界了 OK 这个这样 破邪術卷族 OK 那已经到了 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 安莫尔要塞监狱 一进来 要立刻 用一用东西 首先 火焰抗性 射手药剂 斥喉神药 潜行唇剂 各种都用完 因为 要在他没见到的时候 就 撞爆他 哇 避开了 因为他一加护盾就好 很麻烦 喂 滚开了 格挡术 OK 再来 好 怎么样 寒冰法师 再见 OK 呃 就是这么简单 这里只有两只法师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因为他的葡伏全部都是有附魔 那是很值钱的 仓路 OK 不要升不到level 那 完了 主要来这里就是拿这里面有一本书 叫做战弓素形术 是一本召唤的魔法 那我们先学了它 不要说那么多 好 学会新的法术 战弓素形术 那其实呢 就基本上是一把召唤弓 来的 那我们先加到我的罪爱 然后呢 以后就会用召唤弓来取代我们的精灵弓 了 为什么我现在才玩这个召唤弓呢 其实就有原因 是真的 你等我教一教一些东西 OK搞定了 那以后我们更快才建议呢 有这招魔法一召呢 就会召唤弓 出来 但是呢 要留意的一样东西呢 你看到我的耗魔量是多么大 所以呢 因为现在我们之前玩吸魂术呢 就一直都有升到召唤系法术的 那如果我要玩这把召唤弓 而我要在低魔力的情况下玩召唤弓的话呢 一定要学到这招学徒級的契约 那我升到召唤去法术25 才可以减半召唤系法术的 所以我现在才去拿这把召唤弓的原因就是这样 召唤弓也是 仅次于游戏最强的弓龙骨弓的第二把神器 那其实这里已经是去完我想要去的地方了 那这里我就会出去 好了 第二样要做的事情呢 我们要回去东宝学院去训练一下我们的召唤术和治愈术 好了 那说一说训练 为什么是训练呢 其实也是有个原因 那我们首先呢 要去这个右手边 这里有个叫做成就学舍 那因为其实我玩到这里呢 我的治愈术呢 其实也是一招初阶的治愈术 对于我补血来说是补得有点慢 哇这里好多灵魂石 不如先偷了它 偷偷偷 OK 其实呢 这个地方是好那多东西偷的 因为它有很多那些叫做 啊 魔法材料 那所以 呃 这里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偷一偷一些东西 那首先呢 偷完先 菲尼斯呢 就是学一学自换术的 OK 那 那 为什么说训练呢 因为它真的是训练的 那首先呢 要介绍这个训练系统就是 你找这些专家去帮你训练的时候呢 你只要给相应的金钱 就会 可以锻炼你的召唤器法术 例如是这样 例如是这样 那你每个等级呢 只能够上限学 五次训练的 而已 对了 那你当你超过了这个训练数字的时候呢 它就 这个level就不会给你再训练的了 而刚好我们 我们是升了level 那我们点一点点点数先 然后我们再跟他说话 你是不是教我召唤器法术 那你又可以继续训练的了 那你每学一次呢 就会贵 十元的 但是由于我一直存钱 不用的时候呢 那现在用回就 OK好多了 那当我们训练完之后呢 对了 训练了五次又未升level就走得了 那 当你再升level的时候 可以再过来继续训练回你的 那些 比较低level的一些技能 那我要升召唤術的原因就是 呃 能够升高一点它的时候 我就可以 呃 对于我召唤系的武器的伤害会高一点 因为呢 我们看回技能 有一招召唤系法术里面呢 有一招叫做灵魂引力 就是数型 魔力数型武器会能够做出更加多的伤害 然后我主要目的呢 就是想升到六十level 因为魔力数型的武器 是会造成更加多的伤害 然后呢 去到八十level 直接是帮你加上元素附魔效果 那但是由于现在 还是慢慢长路 那完成了召唤術之后呢 我要去买一本 魔法书 那但是我要找一找个法师在哪 啊 对啊 找到了 扣莱特马利恩斯 OK 治愈術是有用的学派 然后呢 其实我主要找他卖东西 你卖什么 好了 那我们看法书那行呢 就有一个高效治疗術 然后我们先看看 好了 因为你目前等级训练次数五 所以你就不能 不能够再训练更多的法術 好 然后我们买了这个高效治疗術呢 学了他 然后我们又要处理一下快捷键了 首先将高效治疗術 放在这个快速键 然后呢 高效治疗術 分组到这里 左 好 然后就左右手都用 储存装备状态 就是这么简单 那就搞定了 那么呢 学魔法 就暂时学到这里了 那么我们现在那个高效治疗術呢 那我们现在那个高效治疗術呢 補血是 装一装气 然后一放手 就会補到血的了 而補血的效率都挺好的 那我们先出去 好 那么 训练完成了 那我们做完第三样东西 那因为我们玩潜行弓为主呢 我们有一招龙敲是很实用的 OK 看回地图先 那 那 这一个位 在列谷城对上呢 有一个龙的顶峰 大概就是这个位 我先写一写它 那我稍后就会由列谷城的马帝一路走上去 那这里我快速旅行先 好了 我们其实已经到了那个 龙的巢月了 那这里其实它只有一条路进去 或者好像只有这条路呢 给个地图大家看 就是一直兜上来 只是这个位置才能进去这个 龙峰而已 那这里会住一条血龙 如果没有记错 OK 我们慢慢潜行过去 召唤弓 啊 召唤弓因为有魔法 那个效果它会发现 OK 这就是那条血龙了 那不如下去和它正面交锋 喂 你别背着 北风 那我们用龙峰先敲它 那我们用龙峰先敲它 先敲它 那它转过头就会 跌下来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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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了 当然换回近战 喂 炮下来吧 好吗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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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龙也不算打 是 都差不多 我试一下高效自要術 一下 補那么多 OK 再来了 現在我和魯欽姬兩個一起打基本上沒問題 加上我有龍魂思練 打他下來是地下基本上容易打 如果你沒有錢 玩到遊戲的中期的時候 你四處去屠龍賺的錢是多過你煉製藥水的錢 打一轉龍 我們大概會有六個龍骨輪輪 他的價錢是很可觀的 另外通常龍穴附近就會有寶石 前面這個就是我想要的龍魚 我們先去學 力量自負 生命 光環低語 因為新學的龍魚 一定要用龍魂解鎖 其實我都塗了很多龍 但一直都沒有解鎖 首先我們把光環低語和龍魂思練 加到我的最愛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互換一些龍烤 首先用光環低語 這支有什麼用呢 我接下來會去一個地方攻略地下城 會告訴大家這招龍魚有什麼用 我現在要去拿另一件東西 就是拿一個盾牌 拿盾牌之前我要回去附一附魔 我先回去龍林寶 回來這個城的時候 我們有空找一些商人 去看看他們有沒有適合我們賣的東西 通常都是看一些雷電的東西 看看有沒有適合的附魔 這樣就行了 這裡有個精靈中級戰術頭盔 也是輕裝來的 一定適合我用 那這裡先買了 那這裡沒有的時候 我們就再進去 看看 戰少女 今天還沒開門 看看 現在等兩個小時 然後呢 外面的商人和裡面的商人 是 為什麼這麼光 好 OK 那 喂 戰紅 你不是賣東西的嗎 你不賣東西嗎 你還沒開店嗎 有了有了 你賣些什麼 那看看他有什麼賣了 就是這個初級的徽印護腕 但是初級來說沒什麼用 雖然有初級戰術護腕 但是也沒什麼用 因為不是全套 我就有點強迫症 所以暫時就是這樣了 那這裡我要快快放 設定一下 內部的光影 OK 轉眼間我已經設定好光影了 因為有時候 那個EMB問題 會有些曝光的東西 那這些你玩開MOD就知道了 好啦 那我們出去了 好啦 回到龍林寶 我回來龍林寶做什麼呢 就是做一些附魔的準備 那首先就是我們看一看我們的裝備 頭盔方面呢 我們已經買了一個叫做中級戰術頭盔 所以這個輕型精靈頭盔就沒什麼用了 那我們裝完之後就能夠提高這個弓箭傷害 另外 我們還可以拆解一下這些東西 首先那些什麼 耐力頸鏈啊 然後那些什麼格檔指環啊 你想要那樣的練金能力 你就全部拆完 那就可以了 另外一個戰術頭盔 這個我就一定要拆的 OK 拆完之後呢 我們看回 我們有一招強化射擊的 附魔能力了 就會多了一招 然後我們選擇我們想要的裝備 例如精靈輕型護手 再加一顆比較大的靈魂石 就會提高到10%的弓箭傷害 由於我們附魔level比較低 只能夠暫時是這樣 那譬如我們用普通靈魂石呢 就只能夠提高5%而已 所以一般來說呢 我們一整整一個最大顆的靈魂石 但是石帶靈魂石好像也不夠巨大靈魂石 那麼大 自彈啦 弓箭提高10% 因為遲些我們找裝備商人買東西呢 有機會買到一些更加厲害的裝備 那但是這裡 在一個初期整備裝備的時候呢 我認為現在這樣的裝備應該都夠了 首先提高10%的弓箭傷害 然後這裡提高20%的弓箭傷害 再加上我們有現在魔法抗性盾牌 但是待會會換盾的了 有這個徽印紫環 那我們是欠了項鍊是 用著龍敲項鍊先 那暫時是這樣啦 那我找一找法人家買一賣走些東西先 好那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準備好我的裝備了 那我現在去拿了個盾呢 今集就差不多了 好今集的主打就是要拿一個 魔神器又是 那就是一個佩特 佩伊特的魔神任 大概的位置我先看看 龍橋鎮 對落 大概是這個範圍的 那我們飛去龍橋鎮再說一下 好我們來到龍橋鎮了 看看地圖先 大概的位置是這一帶的 那會有一個神殿之類的東西 那 呃 都要找一下先 那這裡 我就快快放了 好了我們已經來到這個佩伊特的神殿了 那上面呢就會有個NPC 那待會我都會說一下佩伊特是一個什麼魔神 OK 來了 乾淨的海石 那你告訴我有關這個佩伊特 不是佩伊特 它是傷口上面的籠包 黑泡腸在鼻子那種 但它是能夠吸收壞死的體液 把血液再造成籠包 我崇拜佩伊特是因為這個世界只能用疾病去淨化 那我可以跟他爹兩句嗎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去見佩伊特 但海石喜歡你 我的朋友有一種辦法 可以令佩伊特跟我們說話 用他進入心中 如果你想跟他說話 就要用那種芬香 那怎樣可以拿這個芬香 首先要喪中花 銀定 無瑕紅寶石 以及一些吸血鬼灰盡 OK 那就是要找材料 好 唯一的解藥 我們來看看 唯一的解藥 首先我們吸血鬼灰盡 和喪中花 我們本身已經有了 那現在目的就是要找一塊 銀定和無瑕紅寶石 那其實這些材料去找商人買已經可以了 那這裡我就會去商店街找一找材料 如果途中有什麼高級裝備買 我都會給大家看 好 算是遲那是發 我已經找齊所有材料了 那我們把材料交給這位乾淨的海石 是不是 真的給 真的嗎 快點給海石 OK 待會會建一些煙霧 好 他照計他在這個位置去做 那這裡也說一下 這個佩伊特就是掌管這個疾病和瘟疫的魔神 魔神好像是天際省公認在16隻中 其中一隻最弱的魔神 但因為他掌管著疾病 所以他也是對人類最具毀滅性的魔神 那我們去看看 分香的煙 深呼吸 犯人 魔神說話很慢 好 你想要我做什麼 想觀察了這個時間 你做出的一些決定 引起了一點興趣 我們開始有幻覺了 我在想你是否能夠為我做事 對 對 OK的 你的句子可以說快一點 有什麼任務 我會凡間送上中覆 一場大瘟疫已經在布萊頓人的村莊 散開來了 OK 他的僧侶之一 有個精靈 Ochandor 集合了所有感染者 然後去巴佛丹之監管 但去到那裡 他就迷失了他的職責 為什麼他可以讀東西讀得這麼慢 你看到他的化身是老鼠 即是說的是瘟疫 我不能容忍背叛者 我要利用我的名義 去殺死這個Ochandor 我會把瘟疫 他放在我的名字 OK 好了 那這裡就要去殺死Ochandor 這裡就要跟他說一下 我們有什麼好處 問題 凡人可備之處 我差點都忘記了 可以說得快一點 我會給你一件強大的物品 就是由斷幕製作一個特別樣式的盾牌 能夠同時幫你抵禦法術和刀劍 這也是Skyrim裡面供應其中一個最強的盾牌 其實它是一個重盾 那為什麼我會拿這個重盾呢 因為其實盾這個系統是跟裝備分開的 所以就算裝重盾你用全身輕裝 它也是算你輕裝 所以盾牌的重和輕是對這個遊戲沒有什麼影響 OK 我已經說完了 麻煩你放我走 好了 我聽到你請求了 讓我走 好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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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吧 好嗎 開啟技能選單已升級 OK 原來升了等級 好了 其實我可以繼續學靈魂引力 魔力素形武器就造成更多傷害 然後我遲些升到60 就可以繼續去 繼續去 升高我們的魔力武器 那我們問一下他 喂 巴佛丹茲在哪裏 不是很遠的 在晴朗的天氣 向西邊巷山腳下的矮人遺跡 那裏就是巴佛丹茲 其實已經看到了 這裡 因為其實斷幕的遺跡是很容易看得出的 就這個位置 OK 那我已經快放過去了 好了 我們已經找到這個巴佛丹茲 大型的矮人斷幕遺跡 那這個 這個地下城是很大的 所以 我會用一個比較快的方法去攻略 就是不斷地暗殺一些怪 那 剛才我們不是拿到一個生命低語的龍羽 我就會在這個地方應用 那 哇 你看看他是 超大的 只是外圍你都要走幾層 那如果你沒有開到這個 魔神器任務 其實就 進不去的 那你一定要是解除了那個魔神的任務 那你才可以打開這對門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我們進去了 巴佛丹茲上層 OK 那其實裡面呢 我 以前攻略就記得 就不是很多東西去撿的 那我們這裡就會用那個生命低語去玩 看看 光環低語 說錯了 OK 那來了 首先呢 怎麼用呢 這招東西其實很簡單 按一按 龍孝 那你就會看到附近那裡有怪物 例如這一個人是怪物來的 好 來了 死吧 OK 搞定搞定 輕輕鬆鬆 凳子豐 其實真的很容易 喂 怎麼出來 受感染者 喂 一下死了 我們一會 升級了我們的 技能之後呢 那個 弓箭裝備是 厲害 好 吃屎 喂 在這裡 不要噴火 看Q島 好 中急治療術 OK OK我們可以繼續 走 看看先怎麼走 這個位 是不是 不是 這裡 OK 這邊 可以很快地過 其實這裡 看看先 這裡有什麼特別 大門行 有一個寶箱 這裡開一開 好 OK 行 一下也行 好 看看先 扎尼薩爾護術 哎 交易價格有優惠 這些 好東西來的 就是 你一 賣東西的時候 戴這條項鏈 譬如200元一樣東西 就賣220元幾號 這個有三年怪 來了 拿取我們的公 這個就是 潛行暗殺流 一定要用的一個 對了 一招能力 光環低語 超正 死了啊 去看 對 再看啊 死吧 搞定 輕鬆鬆 鄧子豐 看看 黑色法師 這些全部都要 蒲伏記得一定要拿 真的 賺錢也好物 好啦 那其實好像這個 巴佛古夫啊 不是巴佛古夫啊 你什麼鬼 怎麼 不知道巴不簽 什麼差的地下遺跡呢 對 好 這裡有怪 欸 看到啊 那又怎樣 這裡有一射 射 欸 欸 另一面看 對了 搞定 OK 再來 還有哪裏 有怪 CD 我知道技能在CD 所以這裡慢慢走 欸 對人 OK 我幫你一把 再來 這裡有一隻 你看到我又不斷寫著沒有足夠大的靈魂石呢 因為呢 我學了這招技能之後呢 好像是 會直接在他身上施放靈魂陷阱 那如果我直接在他身上施放靈魂陷阱的時候 我會自動將他 將我身上有的靈魂石去充能 那以後我們其實就不需要再用那個招 我之前有一招呢 就是用來吸魂的 就叫薄魂術的嘛 現在我已經不需要的了 我只要用這把弓殺人的時候呢 當我們身上有空的靈魂石 就要自動幫他充電 從而去 用靈魂石去幫我這把破曉者去附一附魔 那但是 這裡我拿一拿破曉者 拿些微小靈魂石去附 加加先 普通靈魂石 OK 那你遲些就給一些刺的靈魂石 因為人類那個靈魂比較大 所以呢 我們是沒有一些大的靈魂石去吸那個 魔力值 那其實有一 魔神器呢 就叫阿祖拉之星 那顆阿祖拉之星呢 就可以吸收一些人類的靈魂 喔 Someone there 對 好來 死吧 這裡的怪呢 你看到他叫受感染的難民 他們是會吸毒液的 不是吸毒液 是會放毒液 OK 好了 補高血 高級技術 OK 好像沒什麼魔力 沒什麼所謂 嘩 很多怪 很多怪 這裡 喝一喝法力藥劑 召喚功 生命低語 好來 一隻 好兩隻 喂 這個位 你看到我又點一 嘩有噴屎 來 OK 再見 沒有足夠大的靈魂石 如果我有顆阿祖拉之星就可以瘋狂的感覺滿我的靈魂石 所以我可能遲些會解掉魔神器任務 那都是你們投票 如果你想我玩那個阿祖拉之星的魔神器任務 就留下我的意 那我也會玩的 OK 噴完屎咪 喂 你擋住我 OK沒問題 嘩 魔力弓是一個 挺好用的裝備 這裡有一張蟲可以睡覺 但外面有怪 誒 不打 嘩 弩音機最近熱血了 那我先睡一睡 OK 你醒來感覺休息過了 那可以繼續出發了 還有 魔力武器最好的一件事就是 它是不需要用任何箭矢 我們可以 嘩 嘩 什麼 鋼祭神聖 嘩那麼多東西 嘩 嘩 超多蜘蛛 喂 好 一隻 喂 老人家不要有事 這些蜘蛛只有一個多字 其實鏡頭很厲害 只是平 玩久了 你最重要是 用多些不同的玩法去玩 因為其實如果你用單一武器 譬如用劍這樣 你只用死一隻武器是很悶的 所以我這裡攻劍並重的原因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 走錯路 這裡才對 OK 那這裡繼續走 我剛才不小心走錯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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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召喚弓 嘩 在哪裡 嘩 嘩 嘩 如果不是不夠帥 OK 下一層 好啦 其實我們升個level 可以去再訓練一下一些召喚術或者攻術 但是因為 嘩 一隻 OK 這裡 嘩 是呀這裡 OK 再來一隻 好 我做軟弓 你做近戰 好 最多的 還有一隻 好 好再見 哇 攻箭手之王 OK 繼續上 這裡 這裡的怪其實就 其實因為這個任務的等級限制是12 所以其實就 偏易打的 這裡的怪 哇 有石大力 OK 所以我現在拿召喚弓來打這個其實是很輕鬆的 就算我用劍的話都輕鬆了很多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沒有upgrade到一些裝備呢 其實一直打下來都會吃力 那經歷完今集之後 我們那把弓啊 那些防具啊 還有一個盾牌啊 那些裝備都有一個飛躍性的進展呢 那就照計就 之後就很容易玩的了 狐狸頸 OK 較小鈴鐺石 開箱器 好 走 難得 簡單啊 OK 這裡用一用 生命低語 看到嗎 多少怪 喂 幹什麼鬼啊 像馬金 喂 有蜘蛛啊 汪光獸啊 吸運出 咦 機械怪物是不能吸運的 再見 啊 這裡有點tricky的位置 就是這裡有個 Lever 那你打開了 喔 對 這個怪物 這裡開一個Lever 就會搞死下面那隻 OK 做低米 還不死 OK 對 射什麼兵啊 龜波氣功 OK 喂 喂 撐你 嘩 嘩 為什麼我快死了 補血術 好 來多東西 沒有魔 啊 原來用那個魔力都幾大 嘩 這裡為什麼這麼光 讓我教一下EMB 好了 現在這樣就好一點 原來下面有個寶箱 我之前來都不知道 怎麼上去 OK 這裡上 開一開 嘩 這麼快 一元 啊 這是trap來的 因為這裡有幾個 那些 這麼正的位置 那你貪心的小狗上去拿寶箱的時候 就會被這些東西搞死了 好 生命低語 OK 要不我們還要學一招幻象系的魔法 因為我們司法技能的時候 是會有聲的 那如果我們要令到它沒有聲 要學一招靜物司法 因為如果你 呃 太近 那些怪物司法的時候 他們會發現你那個位置 所以要不我們就現在召喚定 如果你不是去到太近 它會看到你在哪裡 OK 中 好 再來 中 好 讀位小行 讀位小神童 這些 暗殺流 OK 這裡有兩隻 生命低語 我有一隻在趕過來 是不是 不對 它不敢過來 這裡有兩隻 吃 唉 被它避開了 這裡 好 這裡 這裡 咦 它兜路 喂 吃吧 喂 衝吧 好 喂 被它餵了 這裡 OK 輕鬆鬆 燈子豐 好啦 其實我這裡太亂戰 其實可以很快地走 哇 矮人機械球 難打很多 要換回劍 一人一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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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你可不可以可以 OK 好位難打人家 哇 你死了 OK 好 幸好路人機當一擋 不然我就要用盾牌 頂住它 石頭 好石 OK So far 斷幕裡面的怪 我暫時覺得比較厲害的小怪 就是那些 什麼球體怪物 好會難搞 這裡有個 賴幹有什麼用 哇 它呕 哇它呕 路人機 Sorry 好啦 這裡繼續走 等一下 生命抵禦 嘩 這麼多鬼 Sorry OK 好 照一把弓 他好像聽到 對 一用 很煩 一定要學那招幻常熟 喂 不想射掉了 我忘記了 Sorry 沒有心 OK 好厲害 一下子弄好一掛 這把弓 真的 人們為什麼高度推介 原因就是這樣 射 喂 緊箭射都沒問題 好 再來一次 喂 你 差點又打中你 你可不可以不要經常站在我面前 好啦 還有幾層 如果沒有記錯 OK 這層 不如走快一點點 真的搞不定 我 因為我每拍一次Gameplay 我的目標都是 如果大家心水清都知道 我的目標就是 40多 分鐘一集 我不想自己拍得太久 每一次都 要是 一條Gameplay超過一小時 應該沒什麼意欲看 好啦 好 好像還沒到 等一下 生命低於 這裡有三隻怪 這裡有四隻怪 OK 這裡有四隻怪 我好像被人打一樣 喂 不行 死了 喂 綁住我 大哥 好 來 嘩 幹什麼 好 頂不頂得上 老人機 OK吧 好啦 這裡 這裡 繼續 好 喝一喝 來 照定把弓差不多 OK 你要用整行魔力才能照到那把弓出來 所以 真的 挺麻煩 你用召喚弓的不好處就是這裡 OK 對白一隻 對白兩隻 喂 避開一個繩 咦 等我來 咦 射頭也不死 射頭也不死 好 這裡有一隻 喂 他們很會避 好 一隻 OK 哇 還有怪 還有怪 好 一隻 砰 好爽啊 你玩召喚弓是完全不需要顧慮到底還有多少戰爭 好 好 好 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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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先怎麼走 應該這邊下去吧 但是那個召喚術你有沒有發現我打了這麼久都不是怎樣 所以召喚弓的不好處就是在這裡 你一定要去找大師級或者專家級幫你訓練一下你那個召喚弓的數值 要不然就很麻煩 OK 出去了 好了這層應該是最後一層了 我們到了 見 生命低雨 OK 有些蜘蛛怪 好 先吹爆它 好 這是一隻 好 這是一隻 我有些球體 看到嗎 有隻蜘蛛走過 鐵尾蛇 喂 這是一隻 好 再來 2位 好 中 喂 劉昂機出場 OK 我繼續暗殺樓 他有時候會退後的也挺麻煩的 頂不頂得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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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隻 好 好 好 他頂不頂了 是時候要我更煎 又起來了 好 他想機的回復速度也挺快 比其他蟲者 頂兩下 已經頂不住 他們的攻勢 因為玩fairy heart 基本上你一定要玩重裝戰士 那些 瀑蟲 如果你的鎚蟲 不是重裝戰士 那你自己又不是重裝戰士的情況下 那些怪一埋到身 你便很容易 好容易 所以現在 我用弓 他用重裝的好處就是 他幫我做前鋒頂一頂這怪 那我就可以 從旁援護射擊 然後你們就會說 我又是Millimates記者 又在這裏露 OK 應該到了 這裡小心陷阱 你看到有些路炮在這裏 嘩 還有一隻大怪 哎呀 喂 搞不定 有沒有路炮 剛才看到有些路炮可以射擊他 是不是 有沒有拉桿 這個 不是 喂 你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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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得頂 差不多搞定了 好 再見 嘩 像麻禁 好 幸好有個重裝戰士頂住 好了 那就搞定了 這隻應該是 最後一隻大型怪物 那跟著 要打的就是 那個 Mao Chan 剛才你有看劇情應該知道 OK 是不是 等一下 生命低語 在哪裏 嘩 好遠喔 首先我們上到這裡 嘩 你看到很明顯這些地方是有些機械蜘蛛 好實用啊 這一招生命低語 另外其處有一招實用招就是時間減速 OK 好 這些沒得用暗殺我就會近戰對爆他們 好了差不多到了 走快了 時間不等人 OK 生命低語 好 好 在外面 好 先減速了 召喚弓 潛行術 OK 他在這個位 我已經看到他了 好 爆頭 好 再來 好 好 好 有時候轉一轉位射了 好 咦 他會瞬間轉移 好 好 好 撐住啊 好 撐住啊 好 好 這裡 這裡 經常吐屎 好 死了嗎 再見 再見 好 輕輕鬆鬆 鄧子豐 看看 好 因為他是精靈來的 我們可以抽他的血 因為我們上一集 就有另一個魔神任務 就是見識超凡 那我們就收集了這個 木精靈的血液 OK 他還有很多裝備 什麼 狐狸頸鏈沒有用的 奪命匕首 吸取目標15點生命 這些 有用 如果你 遲些玩二刀流 也會有用處 OK 我猜不到他會被吸血劍 吸血劍其實也挺珍貴的 我會拆解他 遲些裝在另一把劍上 OK 那我們正式出去 回到天上 好 我們現在回去 跟Ochandor說 哪個死訊 就會拿到那把傳說中的神器 煩人一切都回歸秩序 Ochandor也進入了火海獄坑 也就是柏伊達的領域 你看說話厲害了 他的背部會受到懲罰 而你的手信也都得到獎賞 行了 你說話快一點點 好嗎 好了 走好再見 擁抱秩序 和苦力的真理 犯人 再見 Goodbye OK 好了 完成唯一的解藥 好 嘩 升了呢 哎呀 我剛才的level沒有升到召喚術 這次蝕水了 那我們 看回 我們那個 裝備了 他就給了一把叫破法者 不是一把 一件破法者的武器 就是防禦時可以製造一個結界 來抵擋50 點法術傷害 我們每舉一次盾 這個盾牌的結界都會拆身 那我們就不單止 只是抵擋物理傷害 我們連魔法傷害都抵擋到 那重盾來說是不要緊的 我們 跟著我們就把它裝回快捷劍了 好了搞定了 我們就裝了這個破法者 那以後舉盾呢 你會見到我們會有一點點 橫撞 就是一個隱形的護盾 就360度地防禦住我們的身體 那以後就可以抵擋一些魔法的傷害 那也都可以隔擋 照舊的 好了 那今集也都差不多來到這裡 那我要去找一找 東寶學院再升一升召喚術先的 好了 菲尼斯 幫我 訓練多五次召喚術 我錢多不知怎用 麻煩 OK 那我們就升到這個46層的召喚體法術 由於這個等級進度還是很慢 我們先看 召喚術 其實我的目標呢 是升到學這一招 魔力素形武器做更多傷害 神秘之契 然後呢 就可以了 不過呢 另外五十level呢 也都會學到一招吸收法力的魔術 那我們 學到六十level 我們的召喚器就應該大功告成了 好 那今集也都來到這裡了 我們的裝備upgrade是大成功的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這樣 你還有兩千塊